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从上周的一条热搜说起吧 张雨琪我又不懂事了 咋回事呢 来前情回顾一下 第二期的内容是随堂测验 要求姐姐们在三小时内自主完成分词和学歌 最后的成果交由评委检验 其他组都挺顺利的 就张雨琪所在的Everybody组 个个都想要当意见领袖 导致分词的部分都拖了很长时间 叮当是组长 但是每次发言都被打断了 她觉得自己管不住这一群姐姐 所以干脆就Be My 整个人的状态比较的低落 学歌部分她也是有一些收着赏子在练习的 但是音准什么的都是对的 结果刚唱完第一句的高音 张雨琪就举手了说 我觉得我跟你一起唱吧 叮当以为是张雨琪没搞懂歌词分词 正想要解释 又被张雨琪打断了说 我觉得她的声音一个人出不来 叮当在出评级的表现可以说是最高的强硬了 她要是出不来的话 你能够出来吗 知道其他姐姐帮腔 张雨琪才意识到是自己的问题 于是就有了这条热搜 有弹幕说 我觉得张雨琪很好啊 有什么直接说出来 嗯 又是觉得她之前帮吴欣唱高音是真的好心 但是放在这儿不叫做有话直说 而是无端质疑加上盲目自信吧 况且 姐 你难道忘了 选择这首歌不就是因为觉得自己唱歌功底不行吗 为了进本来已经满源的Irebody组 又是让别人让出来 又是拒绝一能进的邀请 说自己唱不了主wocal的推开世界的门 这会儿咋就直接晋升为高音wocal了呢 意料之中啊 Irebody组的表演是最差的 这里是大部分人都有问题的哈 叮当和许飞联手也带不动 杜华点评的时候毫不客气 说对这一组感到失望 字里行间的意思都是组员作风散难 不像是一个团 黄小明健壮赶紧打原场 替姐姐们说话了 并且呢不是一味的端水态度挺真诚的 说到不一定这儿 黄小明显然还没有说完 但是被张雨琪很不服气的打断了 那我们就是要做这个 要不我们来干嘛呀 一向善于做表情管理的黄小明 此刻的脸都出现了片刻的僵硬 说话直不是连别人的好心都听不出来 还怼回去的挡箭牌 或许旁观呢会觉得张雨琪 憨 但是你要换做你当事人的话 心里边多少都会有点添堵吧 这还不算完啊 点评过后呢 杜华和黄小明私下与everybody组交流 杜华建议他们选一个对长 其他所有人呢都听对长的 张雨琪连连点头表示认同 然后又又又又打断了组员的发言 用手指着叮当 巴巴巴的一顿输出 啊其实我跟你讲啊 他都知道 他就是不说 我跟你说他什么都明白 叮当特别不爱说话 我现在被他一直在说 我一直都在抛球给他 雨琪是越来越激动 其他组员都拦着他说别说了 还要说 他不说话 我一直都爱丢球 我说你是vocal 你必须要给我 等等等等 这段话看似李中克 但是事实上呢 把自己摘得是一干二净 这种书给大家重新翻译一下 我已经尽力了 并且努力让叮当发挥领导者的作用了 但是叮当不愿意站出来带领团队呀 一直都选择逃避呀 所以组合表演戏蓝不是我的问题 是 叮当是在逃避 但是这不是因为他没有说话的机会吗 而且以他的咖位 哪敢站出来反对一个比一个强势的姐姐们呀 实的注意的是啊 叮当一开始听品味的建议的时候 表情还比较放松 听完张雨琪的指责之后呢 一直低着头 眼里边有泪光的 最后没忍住 默默的拿纸巾擦眼泪了 不知道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声称自己是口直心快 然后说出一些特别伤人的话 实在忍不了 想提取两句啊 他又一脸的理所当然 没办法 我说话就是这样啊 抱歉 这不叫真性情 这叫没礼貌 看得细心的朋友啊 应该发现了 张雨琪特别爱插话 而且说话的时候 老用手指着别人 这些都是社交礼仪当中 最基本的禁忌吧 而张雨琪最没有礼貌的地方在于 为了发表自己的意见 无视他人的立场与情绪 说到这儿 可能还有人觉得 是肉术过度解读了 张雨琪只是没有意识到 直爽的性格会伤害到别人 但是如果说有同样爱说话 没有礼貌的女生 出现在张雨琪的面前呢 还能够做到互相理解 还是选择商标呢 各位游客请注意 张雨琪去年参加了一档综艺啊 内容是和素人一块旅游 他带队的一组 有个队员叫做小麻雀 说话呢 鸡鸡喳喳的 喜欢打断别人 没情商 摄影老师跟拍一天 张雨琪想让他休息休息 小麻雀却接了一句说 对你们不用假装敬业的 可能是想要开玩笑吧 但显然不合适啊 这里呢 确实是他的问题 但是最不至于吧 要集体开P的大会吧 张雨琪组聚餐 有个男生的提议说 玩真心话游戏 说个自己不喜欢的人 这很明显呢 就是一个针对于小麻雀的坑 因为啊 初期就只有他最不讨戏 张雨琪却火速的响应了 并且补充到说 我觉得虚心接受意见 是要付出一点代价的 组长都发话了 组员自然就跟上了 每个人都说小麻雀是最讨厌的 连他的室友都接短了 表示小麻雀的话 多到让他无法享受私人空间 所以真的非常痛苦 有问题是要指出 但是身为室友 为什么不能够在房间里 把私下指出 而是要在集体面前控诉呢 此时的小麻雀 已经不负平时的神器了 边哭边嗯嗯的回应大家 游戏逐渐呢就变质成为了一场 群体大人性质的狂欢了 张雨琪没有置日 在旁边呢是微然不动的吃饭 最后轮到他发言了 开始的时候还挺客气的 说没有不喜欢的人 然后话锋一转 又指向了小麻雀 其实小麻雀的问题 是让我很头疼的 觉得这个女生 一直都在不停讲话 不停的聊 最后以类似 大家及时给出忠告 是为了你好的漂亮话 圆满收场 看似皆大欢喜啊 但是身为主心谷的张雨琪 最应该做的明明就是 及时的叫停这场霸凌 那不是为你好 而是语言暴力 选择冷眼旁观 无非是觉得 小麻雀的说话方式 确实给大家造成了困扰 既然看得这么轻 那为什么自己上浪姐 也要以真性情来误伤别人呢 到底是真不懂 还是觉得这么做 能够让观众喜欢呢 毕竟真性情的人设 要比单薄的纸片人 吃香太多了 但是真性情啊 是一把双刃剑 用力过猛就会翻车 除了浪姐 最近的直播带货也是啊 搭档的主播呢 是辛巴 她常用套路呢 就是自己掏钱补贴 把价格押到最低 以量取胜 中头戏呢 就是卖iPhone11了 品牌方给的定价呢 是4299 辛巴嘴被每一台补贴200 以4099卖出 这个时候张雨琪突然拍摆 说这次数字不吉利啊 要么就3899吧 辛巴当场就懵了 说话都结巴了起来 她反复的跟她解释 这样是要赔几百万呢 张雨琪大手一挥 我掏了 姐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开心一下 说归说吧 但是工作人员 怎么可能让明星嘉宾 自个儿掏钱呢 之后工作人员出面沟通 品牌方依然不愿意 降到这个价来卖 更骚了操作来了啊 张雨琪再次不按掏路出牌 说不卖了 我们上华为 还小声的BB说 国货牛逼 直播效果是挺足的 但是如果说我是品牌方 感觉得气死啊 不只是卖手机 整场直播当中啊 张雨琪都像是个定时炸弹 让新版送出 议算之外的奖品 然后又拆台说 卖的项链是异形 不值钱 在制造麻烦和搞垮场面的 边缘是来回的试探 这一波放飞自我真的过了 然而呢就是这样 大部分的评论还在夸 七七子好可爱啊 或许今年呢 将是张雨琪在事业人体上面 全面破冰的一年 但是升得越快 就越要注意那些 无数级被忽略的台阶了 毕竟人是不能够一口气 吃成胖子的 发现了没有啊 张雨琪的急迫 其实很明显 今年所有的动作 从捡张雨腿上的搜到如今 几乎都是在让观众记住 有这么一个敢爱敢恨 有话直说的形象 为啥要屡屡强化 真性情的人设呢 肉羞想要说的这句话 可能就有点不客气了 除了真性情 它还有什么 表面上越强硬 就越显得内在越虚弱 之前靠手撕前夫立起的 独立女性的人设 其实很老好感 但还是潜伏着世界 让这个人设迅速崩塌了 上心动的信号 无意间表现出来的观点 加速地拉垮了人设 哎 首次渣男的是她 接受复合的也是她 声称是新时代 独立女性的是她 骨子里巴有传统女性观念的 也是她 不是全才否定的意思啊 张雨琪的性格里巴 确实有着山东腊女的虎 声猛 但是却不够纯粹 这些还都只是外在啊 一个演员 最重要的那就是作品 有的作品只要是不违法乱纪 闹出再多的纷争 也动不了根本 可是张雨琪呢 没有一部由自己做一番的好作品 很多人对她的印象呢 依然是停留在四年前的美人鱼 她自己直播的时候 也还拿三百亿当梗呢 即便如此 美人鱼李若兰一决的成功 比起演得好 更多的是因为这个角色 就像是为她量身打造的 外表美艳脾气火爆 名台词 追我的人从这儿排到法国 你居然去泡一条鱼 又能够瞬间的让人 与张雨琪当时的花边新闻挂钩了 一旦去到真人滤镜的嘉诚呢 去年张雨琪面对路人的 演技质疑的时候 曾经这么说过 只要有一部好的作品 我绝对可以占据电视剧市场 我有这个信心 行 既然认为是剧本的郭 那么咱们就不提那些 评分三四分的电视剧了 龙领迷哭8.3 够高了吧 但是张雨琪演的 Share Leigh扬 表情生硬 排词差吧 被网友说是raider 气场呢 也与这个铁三角 格格不入 带着星女郎光环出道十多年 演技依然是备受质疑 难道这不才是 最应该着急的吗 最后肉叔想要提个人 那就是张曼玉 港姐出生的她呀 出入到影视圈的时候 也是花瓶 演技用一个层语 就可以形容 那就是daryl母鸡 直到遇到了阮林玉 很巧的是啊 当时的她 同样被前男友攻击 深陷情书门 张曼玉写的情书 被前男友卖给了八卦杂志 张曼玉的回应的方式呢 就是把痛苦绝望的心境 一股脑呢 揉进了角色里 并且抛掉美貌 去打磨演技 这才有了那 进入影史的 凌冽决绝决的回眸 张曼玉和张雨琪 出道形象 都像是一只高高飘起的风筝 有着引人注目的美貌 和极为不稳的根基 人们乐意看到 能够带来的快乐的风筝 但是也对可能发生的破裂 不足为奇 只是说张曼玉 把自己从风筝 变成了拿风筝的人 可以稳扎稳打 也可以肆意妄为 因为线永远都握在自己的手里 但是现在的张雨琪 像是焦急的剪断了线 越飘越高了 想被更多的人看见 可是飘得越高 就越容易毫无防备的坠落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